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新聞頻道 我是美玲 6月11日 一名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稱 自己母親攜帶銀行卡 身份證等證件 前往長春市吉林銀行取款 但是 卻被告知需要向派出所報備審核 事件很快在網路上發酵 該網友表示 母親將把錢取出來 轉存另一家存款利息較高的銀行 總金額不到10萬元人民幣 數料 櫃台服務員表示 取2萬以上的叫通知派出所 結果 他們等了很久 等派出所審核完以後 才在銀行窗口成功轉賬 有網友質疑 銀行確定制定了很多措施以規範金融市場 但是 如果在實施過程中層層加碼 反而給百姓帶來不便 那麼 像這樣的政策 是否還算是好的政策呢 也有網友通知 我們自己的錢 怎麼處理是我的自由 憑啥你要批准 不少網民則感叹 看來中國的銀行真的是困難了 錢都不讓隨便取了 吉林銀行相關支行工作人員對此的解釋是 這種做法是為了防範電信詐騙 但是 涉事支行所屬轄區的兼派出所工作人員 因為銀行與派出所說法不一 這項規定到底來自何方 目前以上不明確 廣東深藩律師事務所律師發布視頻說 但這是打著幫助儲户的幌制 限制儲户的取款自由 根據商業銀行法第29條明確規定 商業銀行辦理個人储蓄存款業務 應當遵循存款支援 取款自由 存款有息 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 存款支援 取款自由是儲户的基本權利 無論是派出所還是銀行都無權進行干涉 據了解 之前就有多次出現各地銀行取錢難的消息 多家銀行銀行卡轉賬和取款都設置了限額 還有的銀行銀行卡無故被封 6月14日 《海報》新聞記者就現金取款問題 咨詢了上海地區一屆銀行網點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交通銀行和上海銀行表示 區款5萬元以及以上的 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預約 而區款5萬元以下的 通常可以直接到網點辦理 近日 廣東省東莞是一家銀行內 一名女孩急著轉賬用來救命 但是銀行各種刁難 一個多小時 錢都沒有轉出來 女孩都急哭了 這是網友拍下來的銀行取錢的實況 還有一名福建男子在銀行取錢時 被工作人員詢問用途 感到憤怒的他 隨即表示要註銷銀行卡 並取出所有的存款 但工作人員表示 註銷卡是可以的 但必須有充足的理由 隨後 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執 除了對取錢難的憤怒 公眾更擔心的是銀行的財務狀況 一名財經博主評論 出戶存錢困難 變相說明 吉林銀行已經被掏空了 真正能夠動的錢根本不多 有網友跟帖說 這不是個別現象 各地銀行取錢都很困難 很多銀行最多只能取5萬元 還得跟踪取款人 看你的錢幹了什麼 這或許可以說明 現在幾乎所有的地方銀行都將出問題 因為銀行不是法外之地 要接受中共的領導 要為地方經濟 也就是政府的錢袋子服務 不被掏空是不可能的 那 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數據顯示 2024年前5個月 共有1,257家銀行分支機構推出市場 同比增長30.41% 其中 農商行分支機構占比最高 達到41.93% 一共是527家 農村信用社以及分支機構占比為21.16% 總共有266家 國有大行分支機構占比是18.06% 共227家 此外 還有16家外資銀行分支機構 6家政策性銀行分支機構 5家農村合作銀行分支機構也推出了市場 民眾感慨 銀行破產潮恐怕就來了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認為 中國銀行業現狀激勢了經濟的深層問題 北京當局此前重視網際網路和經驗開發 導致實體經濟空隙化 加上動態清零與貿易戰等政策 使經濟迅速下滑 銀行業高負債低盈利難以維持龐大的運營成本 黃大衛指出 目前的經濟措施並未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首先 應該大幅降低稅付 減輕企業負擔 其次 應解除壟斷 增加企業和個體的機會 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 中國難以擺脫經濟低迷 銀行業也難以恢復活力 銀行分支機構大量推出市場的同時 中國銀行業的壞賬問題也是日益嚴重 據經濟學人3月27日報導 中國有數百家銀行的壞賬飆升 已成為了不定時炸彈 一旦引爆 後果難以預料 此前 河南村鎮銀行暴雷事件發生 儲乎維權時遭到中共的暴力鎮壓 另外 中共推崇數次貨幣和線上支付 雖然方便監控監管 但是也減少了對銀行實體網點的需求 2023年3月 經濟學人報導表示 中國有數百家銀行壞賬飆升 成為潛在的進入危機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指出 銀行系統過去曾是躺著賺錢 但經濟下滑 救市措施和壓縮利息差 導致風險向銀行聚集 現在 銀行財源降薪 股市表現也不佳 已經反映出銀行的經營狀況 和公眾信任的下降 近年以來 北京當局一直在努力防範和化解 中小銀行的風險 撥出數千億資金 用於補充中小銀行的資本金 今年1月至5月 農商行和村鎮銀行成為猜測的重點對象 中國銀行金融機構超過4000家 90%以上是中小型銀行 其中 農商行 村鎮銀行和城商行是主要組成部分 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弱 經營狀況不佳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指出 農商行和地方政府關係密切 經常處理地方政府的企業債券和貸款 由於地方財政壓力大 債務嚴重 導致農商行利潤大幅減少 不良資產力高 農商銀行和農信機構的經營和盈利能力較低 也有範圍狹窄 在網際網絡 金融大潮當中 他們通過網上發行存款和貸款來突破業績瓶頸 但因此成為違規貸款和稀存的重災區 壞症問題嚴重 中國的銀行危機還不僅如此 最近很多銀行更是突然大批量下架理財產品 據不完全統計 進入6月以來 也有超過20款理財產品提前宗旨運作 這些理財產品主要由銀行旗下子公司發行 官方宣傳說其安全係數假高 銀行原本依靠這些產品吸引客戶 然而近期這些理財產品突然被提前宗旨 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農政媒體人馬江博指出 主要原因在於這些產品大開率會虧損 為了避免未來向客戶解釋不清 銀行選擇提前下架 銀行理財產品通常投資於定期存款、存單、 債務等較為穩健的資產 如果未來市場率持續下降 這些產品的收益率將無法支撑投資人的理財收益 還有分析指出 銀行突然大批量下架理財產品的原因在於 市場普遍預期率已經越來越低 近期中國多個中小銀行紛紛下調存款利率 例如 藍州農商銀行在6月4日將3年定期存款利率 從2.7%下調至2.6% 多家中小銀行也相繼下調了3年期定存利率 經過多輪降息 目前利率在3%以上的定期存款已經很難找到 商銀行近期差也在不斷縮小 2023年末 商銀行近期差降至1.69% 達到歷史最低 今年一季度 這數據進一步降至1.54% 為了保證 利潤 商銀行不得不繼續下調存款利率 萬萬沒想到啊 現在存個20萬 你借20萬還有難呢 因為很多的銀行都把大額存單給下架了 最近呢 民生銀行已經在全國範圍之內停售 半年期及以上時間段大額存單的產品 個人20萬以上的存單只能存一個月或三個月 年利率也是跌到了1.7% 而且招商銀行 郵政銀行也都是下架了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大額存單 甚至交通銀行把大額存單全部都給砍掉了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是大家的存款熱情太高漲 銀行都害怕了 銀行需要支付的存款利息大大的增加 但是貸款的規模卻是跟不上 銀行的壓力太大了 去年呢 全國住戶存款增加了驚人的16.67萬億 相當於全國人均存了一萬多塊錢 這數據在歷史當中那都是最炸裂的呀 但是到了今年呢 一季度住戶存款就增加了8.56萬億 已經超过去年的一半了 所以啊 銀行為了減輕負擔 不得不對存款動刀 而且呢 去年12家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 總共少賺了171億 收入都在直線的下滑 而存貸款的利息差更是跌到了1.14% 說明銀行賺錢也很難呢 只能少給儲户发利息 只能砍掉高利率的大大存单了 金融數據還顯示 5月份廣益貨幣同比增長7% 創有統計以來的最低增速 下一貨幣同比下降4.2% 連續2個月負增長 同樣創下記錄 這表明 企業與個人的貸款意願不強 企業缺乏擴張欲望 經濟活力減弱 為了刺激經濟 貸款利率需要進一步下調 這種情況讓人聯想到 上個世紀90年代 日本經濟泡沫後破滅後的情景 即便存款利率為零 人們仍然寧願把錢存銀行 這種現象被稱為是流動性陷阱 即大家都不花錢只存錢 貨幣流動被凍結 結果就是即便央行印的再多錢 企業和居民家庭也只會用來還債 而不是消費和投資 另外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 也對銀行業有很大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下滑和金融風險加大 銀行業面臨多重挑戰和調整措施 首先 銀行降低了購房首付比例 除了上海和深圳以外 全國其他城市首付都降至15% 雖然這降低了購房者的門檻 但銀行提要求承擔85%的貸款風險 尤其是在房價動責上千萬的大城市 15%的首付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 一旦房價波動 銀行風險很大 其次就是 銀行降低了貸款利率 銀行盈利主要依靠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差額 但現在居民和企業的存款規模接近300萬億元 而政策不斷降低購房貸款利率 甚至即將降低存量房貸利率 這樣銀行的近期差就降至1.5% 創下了20多年來的最低點 銀行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此外 居民提前還貸潮和斷供潮也在不斷擴大 房貸層是銀行的最優質 最穩定的資產 但是 在當前經濟緊縮的環境之下 收購房者選擇提前還貸或直接斷供 這使得銀行的優質資產規模不斷萎縮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 各大銀行採取了多種措施 比如上文所說的 取消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存款產品 並暫停大額存款發行 部分地區甚至暫停攔儲業務 對於提前還貸的客戶 銀行要求預約等待數月 並收取預約金 在北京 廣州 杭州 蘇州 溫州 東莞 珠海等地的銀行 則推出了先息後本的房貸政策 前三年只需償還利息 本金則在三年後開始償還 銀行為爭奪優質客戶 提供個性化的貸款方案 房貸市場逐漸變成買方市場 對於斷供的房貸客戶 銀行採取更為寬鬆的政策 不再查封 起訴和拍賣 而是協商讓客戶繼續還款 持續還月供的25%即可繼續住在房子裡 不僅對個人貸款如此 銀行在開發商貸款和保交樓項目上 也面臨著巨大壓力 現在銀行不僅會看 項目的利潤和地段 還要仔細審查整個集團的財貸狀況 貸款發放與工程進度掛鉤 銀行派員工 甚至無人機進行現場監工 防止開發商造假 銀行還會主動幫助開發商尋找融資 確保項目不爛位 購房者不會斷供 但是這些舉策背後的深層原因 是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市場地位也隨之即變 銀行不再能輕鬆賺錢 而是需要在各個環節小心經營 努力維持穩定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贊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